上海名医去甘肃一诊 竟被野狼请去救难产的母狼老婆 临别时竟然送给了医生一件古董 当王大夫被这头高大威猛的野狼拦住去鹿时 瞬间下的冷汗直冒 心脏跳得很厉害 想要逃走 可双腿就像冠上了千斤重物 一步都迈不动 王大夫虽然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 但自己毕竟是个文人 靠的是技术和脑子吃饭 就在王大夫犹豫之时 野狼竟然渐渐走上前来 用祈求的目光看着王大夫 甚至还用大嘴咬着王大夫的裤管 好像要把王大夫拉向什么地方 王大夫此时双腿早就不听使唤 吓得战战兢兢 生怕野狼对自己图谋不轨 只能任由野狼拉着自己走 可走着走着 王大夫竟然被野狼拉到了不远处的一座石洞附近 还以为这就要将王大夫给生吞活剥了呢 王大夫却用余光瞥见了一只大肚子野狼 正气息奄奄地躺在地上 好像是怀孕的母狼难缠了 看着野狼蹲在地上祈求的眼神 王大夫明白了 这是野狼向自己求助呢 于是果断拿起了听诊器 医生的天性让王大夫大起了胆子 开始给母狼做起了检查 发现母狼此时正是难产大出血 于是翻开了手术包 掏出了整套的手术器械 开始给母狼做起了剖腹产 虽然麻药的剂量不够 但母狼全程都在咬牙硬挺 配合王大夫做手术 最终母子平安顺利掏出了四只狼宝宝 母狼也疼晕了过去